应曼尼达德学院孔子学院邀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派出的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艺术团 于2018年2月5号 在曼尼达德学院北校区 为当地民众奉献了 欢度中国年的精彩演出 参加此次赴美交流演出的有 来自室内乐团 交响乐团 男子舞蹈团 武术队 健美队 以及人大附中 翠维学校舞蹈团 和翠维学校民乐团的 70多名成员 这是人大附中艺术团 近年来连续第12次赴美交流演出 演出分上半场 室内乐合奏和下半场 中国风的明月舞蹈舞蹟表演 整场演出阵营强大 精彩分成 场下观众作无虚实 掌声热烈 曼尼达德学院孔子学院院长 于学军博士说 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 九复盛名的中国人民大学 附中舞视团 首次来曼尼演出 他们的精彩的表演 包括了室内乐 明月 古术 舞蹈 为整个曼尼地区 曼尼达德学院和孔子学院 带来了2018年最好的新春的祝福 带来祖国人民 中国人民 对曼尼地区 佛罗里达人民的最良好的祝愿 非常非常感谢他们 人大附中艺术团 它是由13岁到17岁的初中和高中的学生组成的 他们包括了几个分部 其中平时他们有500多位常任的会员 那么这次是精挑 精选出来的60多位演员 包括了明月 包括了西洋乐器 十岁乐 也包括了非常优秀的中国的民族舞蹈 现代舞以及武术等等 他们的内容的话是有整场 包括有专门的表演 适合于对美国社会来讲 包括小学 中学 高中和社区 他们节目都非常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本次活动的合办单位为 马尼达德学院北校区和本杰明学校 协办单位马尼达德军政府亚裔顾问委员会 马尼达德学区 佛州华人华侨联合会 及佛州中文教师学会 北美视频美国马尼报道